哈囉 各位玩家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我是主持人寶兒 大家還記得跑得飛快 又有著刺刺頭的角色嗎 相信一定是不少玩家童年的回憶 沒有錯 音速小子索尼克又回來囉 這次趕快來看一看他要如何大顯身手吧 由SEKA GAME製作 2017年冬季即將在多平台發售的 索尼克系列最新作品 3D動作遊戲 音速小子 武力 公開了新影片啦 音速小子 武力是描繪嶄新故事的完全新作 為了再次奪回被索尼克的天敵 彈頭博士組織的邪惡軍團支配的世界 索尼克與夥伴們起身抵抗 以超高速奔馳在美麗圖像描繪的3D場景 重新在重大的關卡中 感受此系列充滿爽快感的遊戲體驗 是最新端的動作遊戲 遊戲中 除了現代索尼克 和經典索尼克兩種風格的超高速動作之外 還會有一個新風格 僅屬於自己的原創角色登場 在影片最後擋在主角三人面前的 是眾人耳熟能詳的壞蛋 彈頭博士 和他率領的過去系列中登場的歷代強敵 另外還出現了新敵人 英佛尼特 充滿謎團的他 能力是什麼呢 就等玩家開始發覺囉